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介绍假设检定的观念的立体 我们选取了一些选择题 让各位同学来看看各位同学的观念正不正确 假设是第一个问题 新闻报道说某一位候选人的支持率的比例 跟比例有关 P大于20% 你计划抽取样本准备来做一个报道上面的检定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写我们的假设的虚无假设 以及对立假设的写法 那么我们首先我们看到这样的写法 H0 本身来说我们可以 我们这个地方看各位同学的版本的教法 其实我们这边P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就直接写等于 然后这边H1是对立假设 我们在考虑双尾单尾 左尾右尾 那么这一部分来说 你们写法的话呢 不是这样 等于的部分来说不是的话 那他就是跟他颠倒 这边是大于这边是小于 那么要注意的几点 就是说什么呢 虚无假设的部分 就是对立的假设的部分 我们是没有等号的 对立的不是大于就是小于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第四 A 我们都不要 我们就再看B跟A 现在的话我们再看 我们想要去做一个 比例是大于20 大于20 我们就跟他做一个颠倒 看看是不是要去做的是否定 所以这边是大于等于20 是做一个虚无假设 然后这边是小于 所以我们直接选的是B 然后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 这是虚无假设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等于了 但是对立假设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写的是小于 跟这个地方刚好做一个颠倒 这边就写B 再过来 这是 95%的信心被拒绝 什么叫做95%的信心呢 就是说 我们的拒绝欲是在这 假设是在这两头 这叫做显著水准 就是我们所谓的α值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定的话α都是多少 0.05是我们最常见的 这边各自为0.025 这是95%的 应该说如果说是 显著水准是0.05 那么我们就是95%的信心 如果说在95%的信心之下 被拒绝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的统计量的话 弱点是在拒绝欲 则 我们一个一个看 其必定在95%的信心下 也被拒绝 90%的信心是更窄了 它本来在95%的信心之下 被拒绝 当然这个一定也会被拒绝 其必定会在90%的信心下 被接受 这个刚好错误 再过来 有的时候会在95%的信心下 被拒绝 没有有时 就一定会 因为 因为你95%的情况之下 你都已经是会拒绝了 那90%的话呢 就是代表的是更窄 所以绝对 这是错误的 那全部皆非 这不是 那所以这是A 那这是信赖区间 来做检定的方法 那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现在我们再来看 行一误差跟行一误差跟行二误差的意义 什么叫做行二误差呢 行一误差我们也顺便解释 行一误差的意思就是原来是正确的 但是什么 但是我们否定了这就是所谓的好学生被当掉 被错当 行二误差是什么 是错误的 不对的 我们该杀的 我们该杀的 但是 接受 好 那题目我们仔细看了 行一误差 我们复习了一下 它是 呃 我们否定了正确的 的基本假设 那么 行二误差是 接受了错误的 虚无假设 好 我们看看这个结果啊 虚无假设为真 本来是真的 被错误的拒绝 这是什么 这是行一误差 那不是在行一误差的上面啊 再过来 对立假设 对立假设为真的时候 被错误的拒绝 我们本身来说 对立假设为真 那就代表是 虚无假设为误 被错误的拒绝 就是错误的接受了 所以这个 应该 没问题 行二误差 发生的时候 是在 样本数太小 其实 它这个行二误差 本身来说 呃 跟样本数也有关系 没错 不过它不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关系 这个 发生在什么地方 这不是它的原来的定义 样本数 小的话 行二误差 当然 行一误差 跟行二误差 都会比较为 稍微大一点 得到的讯息不足 这也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可以勉强的说 这是什么 对立假设 为证 就是虚无假设 它是错误的 但是的话呢 错误的去接受 就是说 被错误的拒绝 一样的意思 那这个地方来说 就是B 好 我们再来看 第四题 若假设 简定的显著水准 由0.01 升到0.05 那行二误差的几率 有什么变化 这是怎么看的 来 我们看看 题目的意义 显著水准的意思就是 我们假设 抽样分配是这种形态 那么 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拒绝欲 也是我们的显著水准 它现在说 原来是0.01 这边的话呢 这边总共合在一起 两个0.01 这两个合在一起是 0.01 现在要把它提升 提升到0.05 那么意思是什么 这边变多了 这边两边都变多了 拒绝欲变大了 拒绝欲变大了 代表接受欲变小了 接受欲变小的话 如果说 形二误差 有什么改变没有 有 形二误差来说 假设我们的接受欲 我们变小 接受欲一旦变小 那么我们的形一误差 会怎么样 一 误差会变大 那么接受欲 要是变小的话 那就算是 它也是错误的 我们也比较不容易 被它欺满 我们也会 形二误差 如何 形二误差 无论如何都会下降 会下降 形二误差会下降 形一误差会增加 那会不会从0.01 增加到0.05 也不会 形二误差 要看它错误的状况 我们来看它的 这个几率 所以这个题目 我只能够肯定说 它会少一点 它会减小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 假设检定的一个 观念的问题 如果说一个N是49 X bar是54.8 标准差是28 现在H0代表的是 虚无假设是μ是50 H1是μ是大于50 这代表什么意思 它代表这是单位 而且单位 这是单位 好 那现在我们看看统计量 以这个题目来说 我们的统计量 我们是采用的是 用Z 因为什么 因为根据中央极限定理 N超过30 我们可以用Z分配 来我们用Z看看 这是X bar 54.8 减掉μ μ是几 μ是50 S呢 28 除以根号N 根号N是几 根号N是49的 开根号就是7 这除以4 那这边上面是 上面是4.8 除以4 那就是1.2 所以这个统计量是多少 1.2 还OK了 那么P值呢 统计量是1.2 那么我们要拒绝 还是接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里面的题目 并没有介绍的是 写住水准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P值来决定 现在我们看 1.2 我们的落点是 我们的统计量的落点 Z值是在1.2 那我看一下 1.2 1.20 这边是 0.3849 那么这个地方呢 0.5来减它 那就是 0.11 这是5亿 这就是我们的P值 P值 我们的P值是可以这样看的 如果我们P是 0.115亿 那就代表是 P值的意思 就是这块的面积 我现在目前所 画出来的这块面积 0.115亿 那现在 它的P值是什么 0.1115亿 找到了 P值也可以 当作我们的一个 简定的一个标准 那一般来说 我们的P值 只要是达到了 0.05之下 就是我们所谓的写住 那现在 是0.115亿 落点的话呢 偏向中心 所以 我们的话 来 我们假定 95%的信心水准 则虚无假设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如果说是 95%的信心 那这一题是 单位 那么意思就是 拒绝域 这个地方是 0.05 95% 那拒绝的部分 那现在 0.115亿 我们的P值 是靠中心 还是靠边边呢 我们的P值的话呢 我们这个落点 是比较倾向于 中心的 所以 我们虚无假设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会不会被拒绝 不会被拒绝 这是错的 会被拒绝 是错 没有足够的资讯 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了 有足够的资讯 没问题了 全部皆非 所以我们 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说 这个 54.8 S是2.8 N是49 的情况之下 我们 没有足够的理由 去拒绝 它会是 50 我们没有办法 去拒绝 μ是50 证据不够充分 所以叫做 结论不显著 是5 5 6 8 9